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人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卑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 为度快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先念《妙华莲华经》藏文的传承 心稍 discret中文字幕志愿者 傅 solic讲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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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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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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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中间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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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目龙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后来有二十五平三十六卷 现在所谓的《大波涅槃经》也叫做《南本涅槃经》 一般天台宗历代的大德 也是非常认可的 包括当时智者大师的弟子 灌丁大师 他也是对这个法本很赞叹 并且作了《大波涅槃经书》 战然大师 第九祖的战然大师也是认可的 后来经代的地先法师他也建议经常流通这个《南本》 如果真的一个字或者中间 稍微一些意思的道理不能调整的话 可能历代的包括我们现在非常流行的 用的有些法本也有不同的观点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次我希望我这次给大家讲《《灵花莲花经》 我的冬季 我的发心也没有想抢谁的蛋糕 也没有给哪一个宗派 包括天台宗我是非常尊敬 天台宗的大德们如果有一些比较合理的建议 我也会接纳 因为现在《灵花莲花经》按照藏文的版本来 我要念传承 没办法 必须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完成 否则我挑来挑去跟你们这边也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如果讲完了以后就觉得这本书 这种或者叫回记本或者叫修订本不太合理的 尤其是天台宗的有些大德觉得不太合理的话 我们以后不流通也是可以 现在这是我们内部的记本 其实这个都可以的 这是我得过这样的传承 然后这个给历史做个证明 以后我们得过这样传承的人应该对他有一个交代 这是他自己心中有数的可以 当然最近有些说天台宗没有传承 发脉落空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虽然汉地历来都是没有像藏传佛教一样 念传承的这种习惯是没有的 但是汉地的各个教派和各个宗派 都有自己的发脉和传承 所以每一个地方的方式都不相同 所以我们学习 有些藏传佛教的弟子也不能过分地判断 好像只有某个宗派有传承 这个是合法的 别的都是不合法 我是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正因为这样我不管是净土宗也好 禅宗也好 我对汉传佛教的各个宗派的大德非常尊敬 发自内心的 我想应该 如果我要真的去辩论的话 我也许学过那么多年的英明 而且我也在辩论过程当中不是特别的失败 我对个人来讲我并没有畏惧之心 但是我想佛教徒不是以真论 真之不习的辩论就像是空谷声一样的 传来传去 传来传去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产生一些贪心和诚心 的确这不是佛教徒的行为 所以希望大家应该以一种公正 合理 对所有的我们本来佛教徒也不多 然后甚至可能有很多其他的也成绩 对佛教徒的微弱的生命通过各种方式来挑 中间有一些挑一些是非吧这样没有必要 希望大家如果我的一些行为不合理的话 到时候我也不管在居士面前也好 在大德面前我也可以承认 但是如果是合理的话我们应该互相沟通 否则光是现在有些人所说的 大家都争起来的话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不合理的 所以说我在这里也是稍微表示一下 实际上我并没有认为这是一种很大的事情 这是我们给大家讲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这样的交代 那么大家认不认可或者是什么样 应该后人可以去见证 包括我自己我是很欢喜的遇到了《棉花莲花经》 而且本身这个《棉花莲花经》也并不只是一个天台宗 他所制定的一个他的法本 谁也不能懂也不是这样的 也并不只是一个汉传佛教他所控制的 也不是这样的佛经任何一个众生 任何不同的民族他有权研究 有权修行 当然这个因果每个人都是自己负责的 所以我们愿意修学的人 大家都是应该以自己的信心和智慧来去接受 这个很重要 我在这里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下面我们讲《法华经》 前面已经讲了当时舍利佛也很想听佛陀真正所讲的《棉花莲花经》 然后舍利佛也愿意想听受佛陀的教言 我们前面可能有这样的会议 当然听佛经的话大家不管怎么样 有这种挑毛病或者催毛求疵这样的心态 如果承认因果者根据佛经的内容来讲应该是 尤其是这种非法情一般来讲最好是不为他传授 这是非常好的我记得在《扎阿含经》当中说 有一个人叫做梵梵梵梵梵她是特别爱挑毛病的一个人 别人不管怎么样包括别人没有任何错误都是她经常挑 后来她去找释迦牟尼佛的毛病 然后到释迦牟尼佛那里去了 释迦牟尼佛正在讲经的时候他很想挑毛病 但是后来突然听了没有讲 他说为什么你不讲啊 佛陀说我要说法的话心要清净的 如果心里面带有嗔恨心带有嫉妒心带有一些 非常严重的染污的意识 最好是不为他传对他没有任何利益 后来他发现佛陀所讲的这些道理之后 他观察自己的内心 原来自己来这里听课不是真正的一种发心 而是带有嗔恨心 带有嫉妒心 所以后来他发现了自己 认识了自己 然后开始进行忏悔 清净法际之后佛陀也继续说法 所以无论是到哪里听受任何一个课 其实这个因果也应该说是非常可怕的 应该自信得以清净 如果自己有些行为不如法的话 进行忏悔 变成 比如说一个装东西的碗或者其他的一些法器 如果里面很脏的话倒了任何东西 最后都不会有好的结果 如果自己原来是不好的 后来通过其他方式来把它洗干净的话 就可以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应该讲一下 先听法的时候要再三观察自己的意乐 这是非常重要 那么下面讲佛陀告诉舍利斯 说这样的妙法实际上诸佛如来 并不是经常说的 实来说之 实来说之的话就是恶而说的 不是经常说的 在说的时间也不是很多的 这个就像有贪不化一样 有贪不化所谓的贪化一世吧 就像这个也叫做利润化 也有这种说法 那么这个就像佛陀说 尤其是在舍利斯当时 移植了四十年 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甚深的法 也不是经常讲的 《妙花莲花经》因为 对 历来他是特别的甚深 包括当时是欧义大师 欧义大师他做了一个 《妙花莲花经》的会议 但后来很多人说他 说智者大师的密意 后人就如何如何 后来欧义大师 我记得他说过一些 前面的每个大德 他说的当时众生的根机不同 不同的时代当中 他对众生有不同的意义 他说也许有人可能会骂他 他做这个会议会骂他的 但是他自己所知道的这种境界 或者说这种智慧不管怎么样都要给别人交代 我记得在他的序里面讲了很多 当时欧义大师弘扬《妙花莲花经》的一些状况 我们在这里也讲到 《妙花莲花经》或者这样的经典 不受佛陀也经常说说的 偶尔可能会说的 后来的高僧大德们 这也是不一定经常讲的 是偶尔讲的就像是《妙花仪式》一样 这里面讲到他的难得 或者难以出现 稀有的功德 佛告诉瑟利弗如等 你们应该以信心来相信佛陀所说的语言 因为佛陀从来都不会说任何妄语 因为断除了说妄语的因 我们凡夫人肯定会说一些妄语 说一些自己的知识的 才有自私的心这样的语言 佛陀早就已经断了 就像《诗量论》里面讲的一样 佛陀说妄语的因 烦恼遭遇断除 正因为这样他的广场思想可以覆盖整个面部 这是一般人来讲根本没有的 他生生世世不说妄语和不说其语的原因 他有这种特点 因此佛所说的是金刚语 所说的是真实语 所说的无欺之语 所以你应该相信这种法非常难得 佛告诉瑟利弗 诸佛随随众生而说的法 那么他的意趣非常难以解开 因为佛陀对不同众生的根机宣说不同的方面 因为这样有时候佛陀可能会 本来不存在的东西可能有的 本来不是室有的东西 也对某个众生的根机意乐会说有的 所以这种意趣和这种密意非常难以解释 我们要懂得佛陀的密意难解 为什么是这样呢 佛陀说我以无数的方便和无数的种种因缘 还有譬喻 言辞等等宣说了妙法 而且这样的法并不是 以世间的一些寻思词 以适量分别来能了解的 我们用寻思词分别念严重的人 他经常凭自己的分别念 凭自己贪嗔痴的意乐来进行揣测 或者进行衡量但这个根本没有办法 唯有诸佛菩萨能了解佛陀真正究竟的密意 就像《心地观经》里面讲的一样 大智方便不可量 大智慧的方便方法不可量的 一般来讲 佛陀的密意非常难以测试 不要说凡夫人甚至声闻缘觉 无法衡量佛陀最究竟的密意 持甚深境界非二乘所致 应该是《究竟宝行论》当中讲的吧 持甚深境界非二乘所致 这种甚深境界 佛陀甚深境界并不是声闻缘觉二乘 就是他们所了解的 所以有时候凡夫人可能凭自己的分别念 经常揣佛陀的密意这是非常困难的 尤其是佛陀所讲的这个法 它是有四种秘密 四种意趣 四种秘密和四种意趣都有不同的所谓 和它的意图等等这样的话 有些表面上看来这可能不合理的 但是它对很多众生是有帮助的 所以佛陀也会这样讲的 很多古今大德成就者 他也是对某个众生的根机和意乐不同 也实现种种方便方法 因为这个方便品当中主要讲 佛陀的方便法 下面为什么是这样呢 诸佛世尊唯一的大事因缘才出现于世 唯一的诸佛所有的这些佛 唯一的大事因缘才出世 所谓《灭花莲花经》当中一般我们经常讲 开示侮辱的道理 开示侮辱的很多大德经常讲开示侮辱的话 其实来源主要是《灭花莲花经》 包括现在汉地某个上师是开示 开示是开示侮辱当中前面的两个字 比如说本来这个法师就给大家讲讲课 哦 某个上师开示 某个法师开示 某个巨师作开示 他这里所谓的开就破开无明 很多大德也有这种破开无明 原来是你抱在无明当中破开无明 然后所谓的诗你原有的信心给你指点出来 比如说一个箱子里面有一块镜子 我打开这个箱子 交开 诗的话就是这个镜子 原有的这个 侮辱的话我们众生要 你光是发现这里都不行的 我自己开始要开悟 应该是我要证悟他的信心 入的话最后我证悟以后 光一个证悟不行 一地菩萨 二地菩萨或者一般的一个证悟也不行 还要入于佛道 入于佛果 才就是最究竟的解释方法吧 所以下面讲为什么佛陀宣说了这么多方便方法呢 都是为众生呢 实际上诸佛菩萨 诸佛来一个大因缘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以大事因缘出现于世 这是什么样呢 他下面讲佛陀告诉舍利弗 为什么诸佛唯一的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呢 其实佛陀世尊与众生开佛之间 清净出现于世 第一个是开始无入当中的开 开是什么呢 佛陀来到这个世界干什么呢 我们可能众生来到这个世界 为了生活 为了迷茫 就是这样的但是佛陀来到这个世界 主要目的是让众生能开佛之间 认识佛的之间使他真正得以清净 原来不是有烦恼障碍 所知障碍 有无明已经保住了 这个打开于世间这是所谓的开 那么所谓的世是什么样呢 于世众生佛之间 那么为了对众生要指点 知识就是佛的见解 所以出现于世 这个是世 什么是无呢 于令众生无佛之间 也就是说让无量的这些众生 就是真正能证悟佛的之间 那么第四个 他想令众生入于佛的见到与出师 所以开始侮辱的话 这个都这样讲的 我们分别来讲 他有不同的解说方法吧 好像以前灵机中有一个禅师 他经常也是给弟子们做一些开示 但他要求大家好好地修行 不要来到这个世界为了吃饭 睡觉 聊天 这样大发世间不合理的 一定要修行 一定要修行的话 根据《妙花莲花经》的一些开示侮辱 他让弟子们给他回答 有一次有一个叫做好像出拳大师吧 他那个出拳问他开示侮辱是什么样的 后来刚开始他一直跪着不懂 让他跪着 后来好像少了一根香 他没有回答声 二根香的时候又继续问 他还没有回答 然后到了第三根香的时候 他说 我现在已经懂得了 懂得什么呢 那就禅师一个一个地问 他说 你开除什么呢 他说 我开除本有 问题 二个问题 那你是什么解释呢 他说 是出本物 本来是本有的佛形 后来如果真正观察它本来都是没有 那无处什么呢 无处呢 他说 无有无 他无的是什么呢 没有有和无 最后他入什么呢 他说 入处无碍 这是另几种禅宗的一种比较特殊的表示方法吧 开示侮辱的话也有这种解释方法 这个我刚才这个解释稍微有点不同的 最开示侮辱我在讲《贪经》的时候也稍微讲过 我们这里大家也应该知道 总而言之他认识信心的时候才是真正到达最究竟的 原来我们讲《贪经》的时候当时六祖大师给法道做一些知识 后来他误出什么呢 他说 诵经三千部 朝夕一举网 他说 我诵了三千部的经 好像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心的本性 后来朝夕给他说一句话 心密妙化转心无转幻化 转法化 他这一句的偈颂让他真正无处 最后即心即福 即福即心 也就是说 心即是佛 佛即是心 他这样的道理已经无处了 这就是所谓的开示无弱 所以我们要讲这部经典的时候 有时候以禅宗或者以密宗的方式来解释的话很好 其实这种窍诀 尤其是在密宗当中的《皆证大圆满》 《皆证大圆满》里面讲得非常细致的 原来有供知有能讲错的一个《皆证大圆满》的窍诀书 还有佛藏大师雷若郎巴的最早期的这些佛教徒 大概是八十年代的时候吧 我是传过我们这里可能现在还没有死的 有几少数人吧很多都已经离开这个刹土 也是离开整个娑婆的世界不知道有没有 其实在这里面的有些窍诀应该是从《皆证大圆满》 有些是《智智信心》方面的窍诀 非常跟《妙花莲花经》的道理来相似 麦彭仁波切在《黄昂王》的见解部分 抉择登经无二的时候也引用过本经的一些教证 大家可能也心中有受 下面我们讲佛陀告诉舍利子 因为诸佛以这样的大事因缘出现于世 然后佛又告诉舍利子诸佛如来实际上是知教化菩萨的 最究竟的意义它并不是诸佛如来最主要的 让他们得到一个阿罗汉果位 得到毕之佛的果位不是这样的 它最究竟的目的就像我们拜学的话 可能最终让大家都要考大学 最终可能很多教育的目的 让他家的水平达到最高的境界 这是最主要的目的 所有的这些所作诸实常为这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一切佛陀的所作这些 全是让众生最后得到真正获得菩萨的果位 而唯一佛的见解无视所有的众生 那么其实成佛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让众生开悟 除了这个以外并不是让佛陀 获得佛国以后让他快乐 让这些菩萨有吃有穿 不是这个目的 让众生正当开悟 这是目的 那么佛陀告诉舍利夫如来以以佛成的方法来 为众生宣说佛法 没有其他的成更不用说二成 三成这些都是没有的 如来因为《妙花莲花经》当中主要是究竟弘扬一成 应该是如《能切经》当中讲的吧 无有成差别 我所为一成 没有成的差别 我只有这个一成 引导众生故分别所诸成 无有成差别 我所为一成 引导众生故分别所诸成 为了引导众生分别所诸成 也就是说 本来成没有什么大成小成也好 小成当中声闻成 圆觉成这些 大成当中密成 显成这些都是没有的 没有成的差别 但是佛陀说我只说一成 究竟一成法门 《妙花莲花经》的究竟意义就是说菩萨成 说佛成 但是因为众生一下子就没办法解说 所以我们后面也会有比喻 马车 羊车 牛车 很多车的比喻 所以跟每个众生的根机不同 他会引导众生的缘故说了很多成 我们经常讲在藏传佛教的密法里面 讲九成法门 声闻 缘觉 菩萨成 诗续 心续 瑜伽续 还有马哈尤嘎尘 阿勒尤嘎尘 阿迪尤嘎尘 还有有些经典当中讲成有分无数的 原来法王如意宝讲的智智信心 智智信心还是大黄黄黄的诸书 那个里面都讲了很多成很多成 不是大黄黄黄 讲一个续部的诸书 佛告诉他这里没有三成 四成 二成等等 所以佛告诉舍利佛一切十方的诸佛也是如是的 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所有的十方诸佛 他最后宣说的是唯一的佛城 那么佛告诉舍利佛过去诸佛以无量无边的方便方法 以各种各样的比喻和因缘 还有以言辞来为众生宣说法 什么法说的是什么呢 最究竟还是一成法门 所以过去的佛有无数的佛 这些佛他们种种用比喻 用方便方法 还有很多的因缘法 案例等等 这些最终让众生读大家通达一成法 所以施主众生从佛那里听闻的是什么呢 就是究竟结义一成 也就是一切种子的佛城 这些众生在如来面前所听闻的 就是究竟的这一法门 那么佛告诉舍利佛同样的道理 未来的这些佛也会出生于世 但是他们也照样有无量无数的方便方法 还有种种的因缘 种种的比喻和言辞 也是同样为众生言说佛法 那说的是什么呢 也是唯一的一佛城 他们这些众生也是在佛那里听到的 就是究竟的一切种子 那佛告诉舍利佛同样的 现在的 未来的 过去的 现在的 那么现在十方无数的无量 就是千万亿的佛陀当中 也有很多佛陀世尊正在注视转法论 他们也会饶益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藏文当中饶益安乐众生 过去也是无量无边的众生 饶益安乐众生 那么未来也是无量无边的众生 佛陀饶益无量众生 好像这一句话在前面的每一段后面都有 佛陀也是 我们刚才也讲了 《法华经》的其他诸书当中也是说过 其实佛陀成佛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饶益利乐有情 利乐众生 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们现在很多人发愿 我要往生极乐世界 我要发愿成佛 我要发愿菩萨要目的 我要度众生 哪怕我们念阿弥陀佛 用《传经论》 或者说给别人讲经说法 给别人辩论 给别人任何事情前提 我要利益众生 而我并不是 我要恨众生 我要害众生 千万不能有 所以有些大乘佛教徒心地要善良 在任何时候保持自己清净的心 要不损害众生 不扰乱众生的心 这是佛教徒基本的原则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些人会欺负你 有些人会侮辱你 但每一个这种过程这是最好的一种修安忍的机会 如果没有这样怎么修安忍呢 就像布施没有乞丐你就没办法布施的对境 吃劫没有扎乱的环境 没办法收持清净的戒律 同样的道理 修安忍的时候要看到一些野蛮的众生 或者对自己进行加害的时候 我们要保持一种特别清净 稳固的心 包括我们两个人一起出门 一起炒菜 这样的时候一个人特别懒惰 一直坐在那上面 懂得不懂 今天也是让你做饭 明天也是让你做饭 这样到最后有一个道友说 就是他天天这样不懂 我就热了 我就火了 什么是叫热了 什么火了 然后他说 我就说他了 他就不说话了 我说不说话了 很好啊 安住啊 不行啊 他这样不说话我更气 我更不舒服 所以我们的确也是饶益众生 希望大乘佛教在任何时候都会遇到一些众生 现前一些众生的时候保持宁静的心态 当然作为凡夫人可能更开始 比如说别人开始打你 别人抢你的财物 这个时候你可能心里不舒服的 但是你可能有心静下来 就是佛陀当年是怎么样的 历代的这些高僧大德是怎么布施身体的 那抢我的东西也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的 身外之物哪怕是我的身体 身体如果对别人慢骂或者垂打的话 那我看怎么样 尤其是原来文革期间 我们藏地有很多很多的高僧大德们 修行当中一些表现出来的功夫吧 心灵的功夫 当然这种心灵的功夫你在学习的时候要培养 否则就像一个当兵的人他平时没有训练 真的你到战场上的时候他就更加着急 没办法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佛教徒心特别急 特别冲动 发起来的嗔恨心也是非常非常严重 当然极个别的有些人可能为了示现众生 让他们调话可能显一些相 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凡夫真正的自相烦恼生起来 我们还是用很多方法来如数而安住 这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这里饶益众生 刚才未来佛也是为了饶益众生而讲一场法 过去佛也是为了饶益众生说一场法 现在的佛也是 现在正在十方刹土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佛 他们也是为了利益众生而说这样究竟一场法 施主佛以无量无数的方便方法还有种种的因缘 种种的疲语言词为众生言说诸佛 诸佛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唯一的佛城 所有的这些众生从佛那里听到的什么呢 就是究竟唯一的一切众之佛 那么佛陀告诉瑟利夫所有的诸佛 实际上最究竟意义上来讲就是教化菩萨的 也是想以佛的之间开始给众生 想以佛的之间让众生真的误入证悟 让众生真正误入佛的之间 这里面也是开始误入 开始误入的话它前面的开字并不是很明显的 但实际上是舍利夫 识诸佛 但教化菩萨 也就是说是只开菩萨 他最究竟意义上佛陀说话的对境 开始无数的对境实际上是让所有的众生 到达菩萨果位 到达佛地 这就是我们最究竟的 因此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 我们暂时可能想帮助别人 哪怕是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个可怜的众生 对他少许的安慰也是我们的一种菩萨行为 但是这并不是究竟的 我们的目的让这些众生真正入于佛道 彻底断除自相续当中的烦恼和所知障 这个是要目标的 所以我们学习大乘佛教的时候 每个佛教徒应该要想 我自己修行是不是成佛 我为众生做事情是不是让众生真正得佛 暂时来讲我们还是有必要 跟这些众生不管是讲心灵鸡汤也好 或者是心灵鸡汤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汤 山玄汤 丹汤 菜汤 百菜汤 豆腐汤都可以 如果不是鸡汤的话 其他的汤也有它的好处吧 大家都知道应该有它的营养 但是最究竟的话 我们让众生应该获得一个最究竟的果位 所以我们这次学习这部经典的时候 大家每个人也是在人生当中 遇到这样究竟一成的法确实是难风难雨的 很有福报才能遇到的 这样之后我们应该怎么说呢 我们也应该用开始侮辱的道理 从自身当中也可以这么想 我们对教化他人的时候也是从开始侮辱 应该让众生趋入佛道 暂时来讲佛陀也会实现对众生暂时做饶益的事 下面说佛告诉舍利弗 他说 我也是一样的 知道众生有种种欲望 而且这些欲望更生帝国难以罢除的 那么相当于是已经随着他的本体一样 我看我们贪嗔痴应该对每个人来讲是非常牢固的 这个习气很坚固 虽然暂时闻思纪念 修行纪念 但是一直破不了原来固有的食指 烦恼 习气等等 后来佛陀也知道这个情况之后 以种种因缘 种种评于言辞 以种种方便力说法 知道众生不好教化 每个众生的习气也是非常严重的 佛陀告诉舍利弗 如此得究竟一成的佛成 也是给众生讲一切种子的佛 舍利弗十方世间当中没有二成 何况还有三成 这些不可能有的 但是佛陀告诉舍利弗 虽然究竟上只有一成 没有三成 没有更多的成 没有的 但是诸佛对于一些无浊恶世的众生来讲 什么是无浊呢 就是劫浊 烦恼 众生浊 还有见浊和明浊 那么针对这些众生 佛陀还是会说三成的意思 下面是因为我们 虽然究竟一成对上根众生来讲是非常好的 但是对无浊恶世的这些众生 所谓的劫浊 很恶劣的世间 刀病 饥荒等等 还有烦恼 众生贪嗔痴的烦恼也很强盛 众生本身都是非常低劣的 还有见浊 见解也是像空性见 慈悲见 这些几乎都是很难得的 明浊的话 众生的生命也是 明是比较短的 不像出戒的时候那样 所以从种种方面来讲 现在末法时代的众生也好 无浊恶世的这些众生很难以调化 所以佛告诉舍利夫说这样的劫浊 乱世 众生的苟然非常严重 而且有清理性和嫉妒性非常可怕 现在很多人有时候经常用自己的嫉妒心 嫉妒心一说话的时候 其实语言可以稍微加工的话都可以 因为我们有一种叫做 语言就像画家手里的笔一样 笔在手里你怎么样画画的话 把它画成一个丑恶的人 或画成一个很美丽的人作为画师的话 他的画笔在手上的时候 他一下子就可以描画出来 同样的道理我们人心里面有嫉妒心 本来是一个好的事情 你就可以马上描画出 绘画描述一个特别不好的 如果你心里有一个清净心和恭敬心 那本来比较严重的事情 你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很好的很庄严的 所以说我们众生有这样的贪心 嫉妒心 诚心 诸很多不善根他们会做的 佛陀以方便方法力一乘的乘分别说了三乘 这时佛陀也是针对不同的众生 知道这些众生一下子就给他讲一个佛城 最高的空性法这样他们肯定接受不了 因此给他们都讲了三乘的法 佛告诉舍利子他说 我的弟子自己认为自己是阿罗汉 自己认为自己是皮之佛 不闻不知佛 他就不听不知佛如来叫化菩萨 这个不是我的弟子不是阿罗汉不是皮之佛 意思就是说他自己认为自己是皮之佛 自己是阿罗汉但他也不想听 也不想去了知佛的最究竟一程 从究竟一程他不算是真正的阿罗汉 从小乘来讲实际上他并不是真正的 小乘自己的果位 佛又告诉舍利夫 如果比丘和比丘尼亚自己认为是阿罗汉 自己认为自己是最后有者最后究竟涅槃者 而且不愿意发愿求阿鲁多罗三明三菩提 知道这些人叫做增上满人 有些小乘根基的人有些小乘者 我只求一个阿罗汉果位只求一个皮之佛 其他的我不求大乘的不求三明三菩提的话 这种人可以叫做增上满 增上满是有两种的有一种增上满 他自己没有得过认为我已经得过了 这种人也可以叫增上满 还有一种他自己已经获得了小乘的果位 认为是这样的他确实得一得了 但是他不愿意再求佛果的话 这个也叫做增上满人 为什么这样讲呢 如果比丘真正获得了阿罗汉果位 但是不信仰不相信这个法 就不可能的 无有是处 也就是说如果真正你获得了 真正的阿罗汉果位的话 不相信此法是不可能有的 除非佛陀灭后 佛后面的佛没有现前的话 有这个可能性 为什么呢 因为佛灭头以后 像《妙花莲花经》这样的大乘经典 受持的人 读诵的人非常难得 这个时候基本上是没有的 佛灭头以后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 但除此之外不会有的 所以如果遇到其他佛 佛与这个法更加快速地了知 佛告诉舍利弗 你一定要相信 心结 受持佛陀的语言 为什么 诸佛如来 从来也是不会有妄语 也不会有其他欺骗众生的语言 所以从寂静意义上没有其他的乘 唯一一乘 唯一一乘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 后面可能讲的不是很过 正如刘坛 obs红色的患者 他们也不免医 وتma 咱连 咱连 您 后面会发生 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